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位王后出身贵族 国王和王后娘家联寿 才将自己的统治确立起来 四位妻子都是平级平纵的王后 四十王是当时世界上最帅的国王 倔媒心目像极了吴燕祖 四位王后也是财貌双全 正是有这样良好的基因基础 不单王室才都是俊男靓女 四位王后为王室诞下无子无女 不单本来就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 因此四十王引起同胞四姐们也是正常操作 五位公主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 罕奸同框让我们直呼太惊艳 为了最大程度上保留不单传统文化 所有人出现的时候都必须宣穿不单传统服饰 王室成员自然一不例外 个个都是单凤眼大美人 每次亮相的时候都是十分惊艳 大公主齐迷公主早已结婚 性格温婉很少露面 如今将重心放在家庭上 二十公主索南宫是不单最美公主 阿佛毕业才冒生权 如今也已经结婚 三公主得亲公主 是几个美国王的亲妹妹 身份和地位自然不同凡向 如今也是处在隐退状态 四公主的未婚夫是不单总理的儿子 因此也称得上是男才女帽 最让人操心的当属五公主 曲东望秋 因为婚事被退职 烦恼不已 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成婚 如今处于特殊时期 婚期也只能是一拖再拖 不单五位公主 一个比一个漂亮 都说惊艳的丹凤眼 四世王果然好福气 虽然后宫有四位王后 害儿女成群 但是相处起来都和和美美 从来没有发生过争风吃醋的事件 昔日只觉得佩玛是雪鱼美人 容貌倾国倾城 让人难以万怀 没有想到 在五位公主面前还是显得黯然失色 五位公主出身贵族 气质优雅 婚姻美满 生活幸福 简直就是大写加粗的人生赢家 也许西西的网友发现了 不单王室女剑大多都是很高愣 面对镜头的时候依旧是不够言笑 然而在五公主的丁婚印上 五位公主齐聚一堂 罕见的都是露出了微笑 都说佩玛王后的笑容能够融化珠峰 五位公主更是年轻貌美 难怪不单是世界上演知最高的王室 如今四世王早已经退隐 成为不单的太上皇 不问世事 享受自己的余生 其实各话入各野 不单王室并没有PS和整容 因此已有不少传统意义上的网红链 有人觉得倾心脱足 有人觉得五万不够精致 选美这个动向没有标准答案 五位公主虽然光彩夺目 但是性格却都是很低调 将所有的风头都需给了佩玛王后 下一则内容是 不单老国王娶同胞四姐妹 人均高颜值 竟不是望竹克母亲最受宠 相比圣然国王只有佩玛王后一个妻子 老国王娶了同胞四姐妹 尽管望竹克的童话婚姻当中 产出了坚固藏族的消息 但是至少名面上始终只有佩玛是赢家 而老国王则是光明正大的娶了四姐妹 1988年 望竹克国王同时是赢去了 侠中人拨切高僧的四位侄孙女 阿希多杰妄魔 阿希采林判 阿希采林仰忠与阿希三个一却忠 不单前首相 也是人民民主党的主席 三个乃渡的四个妹妹 能够一次性娶四位漂亮妻子 离不开她自身的高颜值 当时的王婿需要联合大家族来稳固 需要娶一位妻子并不难 重要是将双方绑在一起 于是出现了娶一家四姐妹的情况 而她的颜值也是为这四姐妹为之心动 老国王原本是在外求学的时候 已受于一段甜甜的爱情 但是爱情在自己国家众人面前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虽然她的妻子多 但是她是一个好国王 不仅为民众减了赋税 并且建立起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系统 就连不单的第一个机场也是她修建的 同时她吸取了吸金被并吞的下场 主动地让出王权 修改君主专制 她的举动让不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如果不是她的改革 如今不单或许还处于一种封建时代 四个妻子从小娇生惯养 不同于不单普通民众受到的日晒产生的粗糙肌肤 四姐妹哥哥往为如花 不过这四姐妹并非是现任国王的母亲当中最受宠的 甚至可以说不是三王母的长子争气 三王母低调到草无此人 包括消息当中称 她的真爱是被放弃的那一位 为了王室发展不得已娶了四姐妹 不过四姐妹当中最喜欢的是敌王母 或许并非是爱 而是一种对敌王母的认可 相比三个妹妹 一个比一个软弱的性格 敌王母十分要强 嫁给国王之后主动参与下乡关注民生 同时为了不单农业的发展 特意出国群赚良重 敌王母是真心的为不单的发展做出努力 只可惜敌王母虽然受宠 但是肚子不算争气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 虽然老国王十分欣赏他的能力 但是不料 三王母抢前生下儿子 而后敌王母才生下敌王子 于是在两个小王子小时候 就出现了竞争的情况 敌王子天真善良 在民众当中也很有声誉 但是突然从某一个时间段开始 敌王子的声誉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无数负面消息传出 最终在民间声誉更好的望主客传出 同时为了稳固王位 选择与父亲一样的方式联姻 原本是和家族当中的姐姐联姻 但是在国师抄手聚效 与妹妹配马结婚 如今敌王母的儿子虽然没有继承王位 但是依旧是在不但王室当中 关注慈善事业 而敌王母因为没有儿子做国王 担忧的事情很少 反而是越活越年轻 健身状态都是超过她的三妹妹 再加上老国王为了弥补敌王母 给了敌王母的权利 远胜于国王的亲生母亲 不过要说老国王最爱谁 应该是最爱自己和权利 只是这四姐妹当中相对更加心爽 能够给她减轻负担的敌王母 最后是29岁不但王后好经验 头戴总部发酷出席晚宴 靠美貌碾腰中王妃 对于王室儿媳来讲 能够佩戴王冠参加活动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耀 苏提达虽然贵为泰国王后 但是却一次都没有佩戴过王冠 王室珍宝至今 还是被施力及太后牢牢握在手中 布丹虽然是国土面积不大 但臣民的幸福指数呢 却是出奇的高 能够安居乐业 至少布丹依旧是保留着王室 王位传到武士王极格梅的手上 关于布丹王室 最著名的一个爱情传说 就是极格梅国王和佩玛王后的爱情故事 七岁的佩玛邂逅了17岁的极格梅 两个人一见终极之后坠入爱河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有点像杜撰 但却是布丹王是亲自发布的 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事实 都说初恋不懂爱情 但是极格梅和佩玛却是一直贤瘦 最终迈入到婚姻的殿堂 当时的佩玛刚刚大学毕业 别的女孩还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嫁美成为布丹王后 极格梅国王对佩玛无比宠爱 甚至亲自下令废除一夫多妻子 要知道不但四世王先后迎娶了同胞四姐妹为妻 四位王母的地位都是平起平坐 佩玛王后确实很幸运 跟极格梅国王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佩玛是出了名的雪鱼美人 在很多场合都是表情高愣 甚至经常和极格梅国王临交流 虽然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但是佩玛王后依旧是我情勿素 可见被偏爱就是最大的底气 去年29岁的佩玛首摇参加了天皇季卫典礼 极格梅国王也是一同随心 布丹王室经济实力虽然不够用 但是王后和国王的颜值却很高 用艳鸭裙方来形容已不为过 当天佩玛身穿着布丹传统服饰 笑容甜美 绝质高压 吸引了现场所有的聚光灯 然而信心的网友确实发现 佩玛王后并没有佩戴王冠 而是头戴绒布 发枯 出奇晚叶 其实佩玛在大婚的时候 是佩戴过王冠的 但蔡尔之却不是名贵的容物 佩玛王后仅仅依靠着美貌 就能够在晚宴上惊艳众人 但却苦于没有贵宗的首饰 除了不待王室之外 其余的王室也是受到邀请函 盛装出席日本天皇的继位仪式 现场无比善要 各国女眷纷纷佩戴王冠出场 在灯光的照射之下 居然有一种睁不开眼的感觉 佩玛王后虽然是容貌出众 但心头却是略显寒酸 头上只佩戴着容不发枯 然而美人就是美人 即使没有王冠了 也是能够咽压群芳 装了气创简直无人能敌 文言现场也不乏美人 西班牙王后莱蒂奇亚 也是穿戴经营出场 但是在佩玛王后面前 就是有一些黯然失色 都说佩玛王后的笑容 能够融化珠风 如今看来果然名目虚传 虽然佩玛在经济上 比不过其他王妃 但是在颜值上 却能够碾压众人